教学 他的教学内容 完全是现实的生活 首先给你讲能力的道理 也就是教你 明白人与人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君臣的关系 君臣用现代化来说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让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在什么身份 什么关系 你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 这是教育 人与关系明白之后 再进一步 教给你 人与环境的关系 与这些动物的关系 与植物的关系 与山河大地的关系 再进一步 这才讲到 所谓玄学的 人与天地 鬼神的关系 这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是做人的大根大本 所以他懂得做人 人他有价值 有意义 这个是教育 人跟禽兽 人是动物之一 跟禽兽分别在哪里 人懂得 宇宙人生的道理 人接受过教育 这种教育 在古社会叫小学教育 今天社会这么乱 大家不知道 人与人的关系 于是变成什么 只有厉害 厉害当中 当然就发生冲突 你想社会安定 那怎么可能 孟子讲得很好 那真是现代社会的现象 上下交真力 其国唯一 这个国家社会 是一个乱象 决定不是一个安定的现象 所以中国教育 维系社会的安定 和睦 共存共荣 是道德 人与人与理 如果不讲求这个 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 是决定不可能 佛门黎明 也摔了 摔到现在这个现象 原因在哪里 也是没念小学 佛经的小学是什么 这一般人想到 小乘佛法 当然 小乘佛法里面 对于这些做人基本的道理 佛讲的很多 但是经论太多了 也太广泛了 不容易学历 也很难学习 古来这些祖师大德 悲心恳切 他们 将这些典籍里面 重要的部分 把它收集起来 编成一个小册子 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 沙密略移赠著 可以说 这是佛门里头的基本小学 出家人很多 台湾出家人很多 世界过地出家人 也不少 几个人认真去修学过呢 谁去读诵这些东西 谁去研究这些东西 谁肯认真去做呢 如果您这些东西都做不到 那就像一棵树 没有根没有本 没有根本的植物 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想的 花瓶里面插的花朵 没有根没有根没有本 很好看 两天就凋谢了 就完了 我们看看今天佛门的现象 又何尝不如此 谈话一现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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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